大家好,我是小赛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蒸鸡不一样的新做法 这种做法很多人没有见过,更没有吃过 这样做出来的鸡肉鲜论多汁,不腥不柴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下面请跟随我的视频,看看我是怎么制作的吧 首先,碗里面加入温水,温水没过鸡肉 然后将鸡肉清洗干净,把上面的脏东西与杂质清洗干净 在清洗的过程中,将鸡肚子里面的血水清洗干净 然后将鸡肉上面的那一层黄色的膜也清洗干净 同样将鸡屁股上面的几根毛也拔干净 不喜欢吃的,可以把鸡屁股切掉不要 将鸡肉清洗干净之后,捞出来沥干水分 再次放入大碗里面 然后用剪刀把鸡的指甲剪掉不要 因为指甲很容易藏脏东西 这样更方便老人小孩食用 再把鸡翅尖也剪掉 接下来准备一个洋葱 将洋葱对半切开一分为二 切好之后,再改刀,将洋葱切碎 全部切好之后,将洋葱放入绞肉机里面 在碗里面加入几粒大蒜 几块去皮的生姜 两个小米辣,不喜欢吃辣的可以不放 再扣上盖子 再把机器套在上面 打开开关,将它们搅碎 搅好之后,打开盖子 然后把刀片拿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将它搅成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调一下味 碗里面加入一勺生抽 少许老抽提色 一小勺食盐 一小勺蚝油 一小勺胡椒粉 再用勺子将它充分地搅拌均匀 将它搅成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调好的料汁均匀地涂抹在鸡肉上面 鸡肚子里面也要涂抹一遍 这样鸡肉更加的容易入味 而且更加的好吃 把所有的料汁都均匀地涂抹在鸡肉上面 涂抹均匀之后 将鸡肉放一盘腌制半个小时左右 将鸡肉腌制半个小时以后 再拿出来 再放入另一个盘子中 再把多余的料汁铺在鸡肉上面 再把鸡肉放入蒸屉里面 再扣上盖子 开中小火上去蒸40分钟左右 趁这个时间我们来配一个蘸汁 首先准备几粒大蒜 将大蒜拍碎 拍碎之后再改刀将大蒜切成蒜末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块去皮的生姜 把生姜切成薄片 再把姜片切成姜丝 切好之后再改刀 切好之后再改刀把姜丝切成姜末 切好之后跟蒜末放一起 准备一把小葱 准备两个小米辣 将小米辣切成圈 切好之后 切好之后跟姜蒜放一起 准备一把小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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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小葱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跟姜蒜小米辣放一起 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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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把小葱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放一盘备用 然后碗里面淋入滚烫的肉油 激发出它们的香味 然后碗里面加入一小勺蒸鱼细油 一小勺生抽 少许鸡精 少许白糖提鲜 一小勺芝麻香油 再把香菜放入里面 再用勺子将它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放一盘备用 这个时候我们的鸡肉也蒸好了 打开盖子 用筷子轻轻的一搓 一搓就透 说明鸡肉已经熟透了 再用防烫夹将鸡肉夹出来 将鸡肉放到案板上 最后放几片香菜点缀一下 增加菜品的颜色 一道非常美味的鸡肉就做好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然后沾上料汁 非常的美味 这样做出来的鸡肉鲜韧多汁 不心不才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喜欢吃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喜欢的朋友就赶紧收藏起来 在家试试做吧 如果我的作品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 帮我点个免费的小星星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先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